詞曲 李宗盛 追尋著夢的方向 喚醒了魔法的力量 我可以更自由地飛翔 陽光灑在雲裡的人旁 溫暖勇往給予我希望 東冰山華麗的變狀 搖曳星光 跨坐翅膀帶我飛翔 我看得見那耀眼的光芒 期待有你 守護在我身旁 就算末日天立 我們一起對逃 期待永遠 微笑是唯一的能量 遙遠的星空用真愛擦亮 埋起飛翔 出貨 SB先生 我是疫情调查研究部门专员 乱喊什么SB 真是没礼貌 找我什么事 我就是问问 你那个吸血鬼的案子 调查得怎么样了 这事说来诡异 根据我调查得到的消息 是这样的 我 干吗跟你汇报啊我说 你怎么还记得这事啊 为什么不记得 这件事情很严重啊 我妈前两天还在家讨论呢 说什么是祖传能消除记忆的纲品 果然还是骗人 根本不管用 你又干吗 刚才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这件事情说来诡异 根据调查的结果 根据调查的结果 我 我干吗跟你说啊 你为什么还记得 刚才是这样说的吧 你不但没忘记 还把我的台词背得这么熟 真不简单啊 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 难道这皮又坏了 难道这皮又坏了 发生什么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刚刚在聊什么 说你傻你还不服气 我们刚刚聊到吸血鬼的案子 办得如何了 有没有嫌疑人啊 这是机密 我才不告诉你 还有 这件事情很古怪 你可别到处说去 以免惹祸上身 等等 你干吗还这么清楚 记得这件事呢 你不是被我闪了 记忆消除笔了吗 都说我记得了吗 不但我记得 我妈我妹都记得 全世界 我看记忆最差的就是你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先回家去了 我记忆很差吗 这家人怎么回事 为何怎样都消除不了记忆呢 明明还记得 为何又骗我失忆 各位女士们 男的女的们 男的女的们 让我们欢迎 今天的羔羊 受苦的小鹿 即将惨造分尸的女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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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这明明不就是个大妈嘛 是不是 辣眼睛啊 我今天扶一个老太太过马路 年龄就跟她差不多呀 是不是 你才是大妈呢 你爸是大妈 你妈是大妈 你们全家都是大妈 我这么貌美如花 你哪只眼睛看我像你妈 我妈 我妈 我妈可比她年轻多喽 你看她这舌头 还挺逼真的 真你妹 我这不是魔术 是真面目 真面目 我独牙 把你们一个一个都 我 老婆 你别跟她们一般见识 在我心里啊 你永远是最美的 老公 我老了吗 我去 太恶心了 我都快吐了 能不能不演了 别理她们好了 在我心里啊 你依旧像当初那么美丽 算你会说话 你们这些人 就算我被剧成几段 我也会爬出来找你们报仇的 他们 è 上官 那是コì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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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sa 大猫 不对 刀具美女即将开启 美女 先叫吧 哭喊吧 快快快 斩了它 多拒绝 十段 二十段 三十段 好 快点 快点 水晶 我拿到遥远的票了 我们能去看表演了 真的 退票 不要退票 假的 就是 就是两个人 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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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了 停 你为什么要让观众退票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要不咱们取消了吧 我都说没事的 你都已经两年没有表演经验了 太冒险了 何况刚才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你卡到墙里出不来了 你都说是噩梦了 再说了我的魔术力成功那么高 别瞎造险了 我说的是外衣 外衣物 外衣 外衣 你卡到墙里出不来了怎么办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这个外星人的能力呢 再说万一我要真卡墙里 你去找个铲子把我挖出来不就行了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笑什么呀 你现在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这 好了 真的没事的 放心吧 都怪我太二了 居然没注意到爸跟妈在表演就闯进来嚷嚷 爸 我错了 你骂我吧 哎呀你都这样说了 是我的错 都怪我没忍住把头给探出来 要不然那些观众 早就被在老妈逼真的演技下 要骂就骂我吧 不 是我的错 那一天 我还把魔术冒通破 弄得里面的鸽子都飞出来了 上上次啊 是我加了太多的蓬松剂 我都长得冲出屋顶了 不 还有上上上次 我错把羊羊粉当成抱抱粉 结果爸妈在台上一直抓羊 一直抓 是我是我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是在比谁犯的错多是吗 算了 又不是头一回出城 没见到那些客人 被你妈给吓得屁个尿流的吗 我还要称赞你来得刚好呢 让他们知道全是假的 省得心里有阴影 对吧 那如果琉璃没有回来 你打算怎么应付那些客人 这个嘛 那当然是要拖着半个身子爬出来 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腿上 刻一个大大的惨子 好 爸 来 妈 我也要 我爱你们 爸妈也爱你们 赶紧喝你妈的甜汤吧 对啊 别内疚了 别内疚了 快来 喝吧 真是太危险了 太感人了 太转人热泪了 好甜蜜的一家人 我妈以前也总这么安慰我 多不容易 等等 我在干嘛我 你面吃吧 好 爸 你找我 你回来得正好 我们正在喝下午茶呢 你也一起吃吧 枫杨 这些点心是我特地去人气商店买来的 你快来尝尝 我不吃甜的 那你不知道吗 爸 你专程叫我回来 就是要我陪你们喝下午茶 很抱歉 我先走了 枫杨 我和蜜辣今天专程过来 就是想讨论一下你们的婚事 什么 婚事 没错呀 你跟蜜辣也订婚这么久了 该考虑结婚了 阿姨很抱歉 我目前还没想到要结婚这件事情 你 现在巫毒四大巫师可就剩咱们两家了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替巫族的未来想一想吧 阿姨希望你们能尽快结婚 也好登上巫王的宝座啊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巫王 况且我对巫术也没有任何兴趣 更没有天分 你分明是故意找借口不肯跟我结婚 行了 米拉 你也别急 封阳的巫术确实未成气候 不如等他学有所称 继承我巫王之位之后 再将你风光迎娶进门 岂不是双喜离门吗 爸说得对 还是再过一阵子吧 况且我听说巫王要登基 需要质宝的加持 现在质宝在哪里都还没找到呢 没错 封雷 你其实是顶替朝阳 站在巫王的位子而已 要是没能找到咱们巫族的质宝 和图洛书 恐怕你想传位给封阳 也是名不正 言不顺啊 这你不用担心 多年来 我一直在打听质宝的下落 近日便会有好消息了 哪з inferno 嘚 琉璃啊琉璃 好歹 你也是个贤良癞得的少女 怎么会因为人家长得帅 你就让他亲 长得帅 就能随便亲你了吗 张扬 我来了 月梅 不过 那个孩子 和那对父母 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一想到他们 我就胸口堵得慌呢 为什么一想到他们 我就觉得心里很难受 是你 是你啊 你 你为什么跟着我 你不要过来啊 我警告你 你不要跟着我 你 你 你不要再靠过来了 我拜托你 不要再跟过来了 不要再跟过来了 你 你不要摆出这个小可怜的姿态了 我是不会同情你的 我就这样 平平淡淡地活了十几年 最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怎么什么都遇上了 一定是你 绝对就是你害的 你别跑啊 你别跑 被我抓到了吧 还想跑啊你 不出去 紧紧抓着椅子 好啊你不出去是不是 看我什么气 你 你干嘛 你 你哭了 好了 好了 不烧了 不烧了 你别哭了 怎么了 你没地方去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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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就把你留下来了 这么开心啊 不要打脸 不要 不要弄脸 好了好了 别弄了 别弄了 我警告你 我现在带你回来 你可别露马脚 被别人发现 在你待待好位置待好 知道吗 姐 你在跟谁说话 你拿扫巴进来干嘛 我没有跟谁说话 我刚刚是在跟自己 说一些事情 扫巴拿进来 扫巴拿进来 如果我们要打扫的话 随手可得嘛 方便打扫 嗯 哦 别忙了 今晚休假 暂停劳动 爸妈他们两个人呢 去过他们的二人世界 一想到待会儿 我可以见到我的男神 我就觉得好激动啊 我跟你 你待会儿要这样去见我男神 你太势力了吧 你快来我帮你弄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过去了 你也不要过来 我告诉你 我自己知道 我就这样子了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明明就长得不错 只是没有造型 你让我帮你打棒啊 我自己长什么样 我自己知道 我就只能这样子了 哦 好好好好好 不逼你 哎 对了 你那个票是怎么弄来的 哦 那个票就是 我上次去花店的时候 然后 有一个好心人 就是要带我们去啊 真的 哦 真的 只不过 那个人 他好像 自己也有点困难 那天啊 我看一大堆妹子 一直追着他跑 好像要追债啊 追债 哦 哦 刘烈 你是不是被骗了 被骗 不可能 他信誓旦旦地说 要带我们去的 哦 嗯 如果说要是找到了至宝 咱们要举足庆祝了 那是一定的 倒是族里的那些 对我不满的人 我要让他们心悦臣服 我凤雷家 可不是孤名钓鱼之辈 那是自然 怎么 你一会儿有事啊 跟人有约了 谁啊 男的女的 今天家里买到了不错的羊排 我让厨房做几个好菜 你们也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爸 阿姨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你们慢用 坐下 你西吾阿姨和米拉还在这呢 就值得往外跑 爸 我待会儿是为了电影宣传 要去看魔术表演 这是工作 不是去玩 而且票都留好了 我不倒不行 米拉 你不是也喜欢看魔术吗 你就跟枫杨一块去吧 很抱歉 票没有多的了 下次吧 爸 阿姨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凤阳 凤阳 米拉 凤阳这孩子就是这样 工作为重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的 没关系 凤爸爸 只要跟您吃饭 我也很开心的 好 好 这离会场大门还有一段距离 怎么会选在这里啊 肯定是要掩人耳目啊 上次那么多妹子追着她跑 离开场只剩下十分钟 进去会不会找不到位置啊 不会了 等一下就来 再等一下 琉璃 表演都要开始了 她怎么还没来啊 你是不是被骗了 应该不会啊 没事干嘛骗我 骗子会写在脸上吗 我就说怎么会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你一定是被骗了 不会了 睡今 再等等 再等等 我不等了 我等得脚底板都伸根了 你知道心情从天堂掉到地狱 有多难受吗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对不起了 我知道 你一直很想看遥远的魔术秀 都怪我 那个人一说他有办法的时候 我就糊里糊涂地信了 没事啦 你也是为了我才会被骗嘛 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是我不好 没有 是我不对 没有不对 你人最好了 而且啊 你比遥远还要重要 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大声 对不起啊 可是 别可是了 反正也就是被骗了 已经下雨了 我们快走吧 琉璃 琉璃 就是她 就是她 她 她 她怎么了 她 她是现在最火红的爱豆 风羊啊 爱豆 嗯 她到底是谁啊 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能力 我一定要找到她 哥 表演就要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当然 我的哥就是酷 不是酷 是帅 是 是 我的帅豆豹的哥 走吧 不用 就告诉他们 我在这里开始 好的 这里 这里 我们干嘛要这样啊 小声点啊 不理由是正国的爱豆 要是被粉丝认出来 咱们都别想顺利进会场了 你说的是哪国外星宇啊 就是 什么爱豆 哎呀反正就是这样了啊 我知道了 她就是怕被追债嘛 不过我们包这样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都不装质量了还能被认出 除非是我妈 我都不装质量了还能被认出 不装质量了 真的 不装质量了 喂 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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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真的有回什么时候的 孩子 他们不是 不是很早啊 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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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个名吧 快点快点 来不及了快点 风扬 喂 等等我 喂 等等我 真是有意性没人性 也不知道等等我 哎呀 糟了 应该闪了 现在肯定进不去了 有直播 太好了 永远还没有出场 要有着 你确定 没问题吗 别废话 来 那我倒数了 横跨银河系 超越人类极限 让你目不暇接 轻乎连连 高潮不断的天才魔术表演 即将开启 姚元 我爱你 让我们欢迎 独一无二 取势无双 帅得爆炸的天才魔术师 姚元 帅 你谁啊 干什么 请各位提 呼吸 睁督眼睛 不要闭眼 不要闭眼 千万不要闭眼 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 七 六 六 六 四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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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魔术师姚元 将为大家表演 最为神奇 最为神奇 科学不能解释的魔术 杀人杀人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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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惊奇了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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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问到他 我连一只手都传不过 他却能整个人穿墙而过 难道他练成制薄神功了 太惊奇了 太惊奇了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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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除非制薄在他手上 这个人是谁 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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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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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寻着梦的方向 唤醒了魔法的力量 我可以更自由地飞翔 阳光洒在美丽的脸庞 温暖拥抱给我希望 冬鼻山花里的变状 遥远星光 化作翅膀 带火飞翔 我看得见 那耀眼的光芒 期待有你 守护在我身旁 就算不遇见 我们一起对抗 期待 永远 微笑 是唯一的能量 遥远的星光 有阵暗擦亮 永远 追寻着梦的方向 唤醒了魔法的力量 我可以更自由地飞翔 我看得见 阳光洒在美丽的脸庞 温暖拥抱给我希望 冬鼻山花里的变状 遥远星光 花作翅膀 带火飞翔 我看得见 那耀眼的光芒 期待有你 守护在我身旁 就算不遇见 我们一起对抗 我们一起对抗 期待 永远 微笑 是唯一的能量 永远的星光 有阵暗擦亮 期待 有你 守护在我身旁 就算不遇见 我们一起对抗 期待 永远 微笑 是唯一的能量 遥远的星光 有真爱擦亮 永远 作曲 李宗盛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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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说那个棉花头能帮你充电 你是来地球太久脑子短路了吧 我确实感觉到有股电流进入了我的身体里 哥 你变了 以前的你生人不见 现在的你任人采摘 还一副回味无穷的模样 你根本就不是我之前认识的哥了 瞎说什么呢你 我怎么就任人采摘了 不是吗 那个棉花头已经全身上下把你摸变了 还字迹欺人人说能帮你充电 无凭无据的 全是你在说 我 我的身体就是最好的证据 是吗 我是一点电流的感觉都没有 他要是真能帮你充电 他上次骚扰你你怎么没有反应啊 偏偏这次就有 这样说的话 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是吧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 证明他究竟是不是我的重点朋友 那么 接下来的表演 需要一位朋友来帮助我完成 那么请问哪位朋友 愿意上来试一下呢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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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有请这位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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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吧 啊 啊 就你了 幸运的妹子 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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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欢迎这位幸运的朋友 你的名字是 我叫水晶 好的 水晶 哎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这位朋友 来帮我完成 下面的表演 啊 啊 姚悦真是太帅了 今天真不愧是我本命 今晚能跟她同台 我无憾了 嗯 你还年轻 以后会遇上更帅的 对 姚悦以后会更帅 哎 冯阳 这次啊真是感谢你的票哦 我要怎么报答你啊 那不如聊聊我帅气的五官吧 开玩笑的 你要谢就谢琉璃吧 嗯 她为了替你完成心愿 可没有少付出呢 嗯 嗯 走吧 啊 是凤阳是凤阳快快 凤阳 你今天过来是为了新电影 来观摩的吗 当然 为了能在电影中展现出 最好的一面 演出前对角色用心揣摩 是理所当然的 那这两位女伴也是来帮助你 揣摩角色的吗 不是 她们是我的朋友 嗯 看来是新系里面的感情系的部分 亲爱的记者朋友们 你们真会开玩笑 凤阳那女伴 怎么可能是她们 哎 叔叔让我叫你回去 我不回去 这也不是上次跟凤阳一起拍合照的那个美女吗 未婚妻 哦 啊 这回事啊 快点拍快点拍 她开玩笑的 她其实是我妹妹 一父一母 像亲妹妹一样的 妹妹 啊 像亲妹妹 亲妹猪马 啊 啊 这两个路人甲蚁 不会是跟爸妈走丢的吧 是 是 哥 你真善良 帮她们来寻亲啊 哼 我爸妈没有来 我们是来看魔术秀的 那你们两个不会是凤阳的粉丝吧 不会想骚扰凤阳吧 她们不是粉丝 是我的朋友 将来呢 还会演出我的电影 哦 哦 哦 她们两个演你的电影 哎 是啊 魔术师身边都得有美女当助手嘛 哦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枫阳比较贪心 一次就要了两个 这是商业机密 要不是被记者朋友们发现 我还不想说呢 你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可能开玩笑 我很认真的 话说 她们两个对魔术可有心得了 我觉得当我的助手 肯定非常好吧 是吧琉璃 嗯 哎 当然 我们的爸爸是魔术师 也可以说是出身于魔术世家 对于角色完全可以胜任 绝对让大家眼前一亮 再说下去就要泄露剧情了 先卖个关子 到时候等电影开拍的时候 我再通知各位记者朋友 来现场采访 那现在 让我先送两位小美女回家吧 嗯 嗯 嗯 风扬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对了 顺便帮我向阿姨问候一下 嗯 哎 哎 走 走了 我 米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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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对风扬招女撞女这件事怎么看啊 是啊 是啊 请你说一说吧 说两句吧 米拉小姐 嗯 谢谢啊 哥 今天这穿墙树不错嘛 嗖的一声就从墙里出来了 我都来不及尖叫就完成了 完美了 嗯 怎么了哥 不舒服吗 你会不知道我怎么了 哦 你是嫌我没有把那个棉花头叫上台来啊 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真是故意的对吗 原本我叫他上台 是为了检测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为我充电 结果却被你搞砸了 他要是上了台他会搞砸你的表演的 你胡说什么 不是吗 他万一上了台又偷亲你偷摸你怎么办 别看那个四眼仔挺青春的 他脑子里想什么咱们又不知道 我不管他会不会偷摸我或者偷亲我 只要他能帮我充电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绝能说出这种话来 行 就算你弄明白他能给你充电 你要怎么样 你是不是离不开他 然后你再把他叫过来 等你助理 然后把我赶走是不是啊 你会不会脑补太多了 我只是想弄清楚这件事情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如果他真的可以为我充电 那我会很需要他 是啊 我一无是处 我就除了连长得跟2587一样之外 我真的是一无是处 所以你想摆脱我 我可以理解 咱别闹了行吗 行啊 我不闹 那从今以后 我就不在你面前烦你了 行吗 周末 周末 好 谢谢你 枫杨 好 原来你们家还是间酒吧 我爸妈 他们定期举办魔术表演 你有空可以过来看看 要不你先过去跟我爸打上招呼 今天已经很晚了 改天我再过来拜访吧 对了 枫杨 你刚刚跟我说 让我和水晶跟你一起演电影 这不是认真的吧 你们觉得我看起来像信口开河的人吗 可我长得这么普通 好 也没演过戏 万一搞垮你票房可怎么办 好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能搞垮票房的 不是男一就是女一 看来你的野心不小嘛 你 你还有心情说笑啊 我跟你说正经的 别紧张 你爸不是魔术师吗 你当我的助手肯定绰绰有余 我对你有信心 可是 你呀 枫杨都这么说了 你还担心什么 不过就是演助手嘛 跟咱们平时一样 你还推辞什么 没准将来这部电影火了 咱们小酒吧也能跟着水掌船高 水晶说的没错 你就别担心了 交给我吧 我手机号你没忘吧 已经留给你了 我当然知道 你们回去好好休息 等电影开拍 我就通知你们 好吗 拜拜 拜拜 没事啦你可以的 就这样 走吧 你是个什么品种的蝙蝠 怎么还能变成人 我不是蝙蝠 我本来就是人 蝙蝠侠 找我什么事 把东西交出来 什么东西 装什么傻 就是你 那个东西 你不说清楚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知道你究竟要什么东西 我跟你很熟吗 你这样讲话我就一定会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你别以为只有你能说话不安静 我告诉你如果不把东西交出来修外 我铁拳自豪 你好烦哪 你再耽误了我不客气了 我怕你啊 来啊来啊 你 你 嗯 有两下子 嗯 哼 比帅 嗯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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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可 这招厉害啊 我 这招厉害啊 我走 你 你 我走这么慢了 他怎么还没追过来 难道 他真的把我放弃了 没良心的遥远 来地修飘的都不靠谱 我去 我说你这 合遁片也得挑地方嘛 我这小胳膊小腿都摔着了 这医药肺 不出绝招是不行了 不出绝招是不行了 是不是很疼啊 这货脑洞清奇 非寻常之人 看他二世出头 应该跟纸宝没什么关系 难道我搞错了 够了 虽然我还有几千道姿势 没摆出来 是因为我很忙 没空给你折腾 不玩了 拜拜 这项链和那个神秘男子戴的一模一样 不对啊 要是当年那个人 这都二十年了 没理由还这么嫩 看看看看什么看呀 再看打牛 把项链交出来 为什么 你不交别怪我动手 你要用项链你就好好说 说出你的理由 我在考虑要不要给你 你说的当真 当真 当真 你看到了 我这脸 当年被奸人所害 毁了我的盛世美颜 我一心想要治好它 可只有我族的质宝才能治得好 你戴的这个项链 你戴的这个项链 就是我族的质宝 它能治好我的脸 你可不可以把它给我 想要恢复容貌啊 有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你可看好 这个是偏规酸里温泉 我的不老容颜 可都是靠它维持的 这东西有用 当然有用 没用的话 我就把香脸给你 好 我就信你这一次 嗯 嗯 嗯 感觉皮肤都变好了 嗯 嗯 想恢复盛世美颜 应该要多泡几次才行 遥远推荐 必数精品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看来我的盛世美颜 马上就要恢复了 至于项链 我还是要抢的 уж 脑子有病吧 我儿童一半就跑人 哥死了 哥死了 死了 你才死了 不是 不是 那是 那边 那边有个人死了 受害者和之前一样 脖子上有两个血洞 死因也是被吸血死亡的 看来又是同一人作案 组长 这是死者的手机 刚才我检查他最后使用的记录 是遥远的在线魔术秀直播 还有这张海报 这两起命案的受害者 身旁都有遥远的海报 这未免也太过巧合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干系 这很好猜啊 他们都是遥远的粉丝啊 这我还有你说 我也知道 好像是警察吧 还好有人报案了 吓死我 吓得我现在小心脏还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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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呢 既然没我们的事 先走吧 这边 糟了 站住啊 别跑 别跑 走 把孩子留下 赵阳 你想干什么 月梅 照顾好月牙 我又不远 你 预兆大帝 天才自尊 小心 二八七 别 不要 早餐 爱吃不吃 你别跟我来这套 我是不会心软的 你怎么了 哥 没事 朱某 既然哥哥当初收留了你 那么绝不会再抛下你 你的位置 没有任何人能够提的 所以 你可以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吗 我知道 可是 你是外星人 我是地球人 你迟早都要回去的 咱们俩怎么可能有永远呢 可是 我希望 像在我活着的时候 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当我的哥哥 这样 我也有个依靠 别不理我好吗 傻孩子 放心吧 就算有一天 我离开你了 我也会把我所有的东西 全都留给你 好让你生活有所依靠 我要的不是钱 我 我知道 我只是想尽我所能 所以 原谅哥哥好吗 我 乖 好 那我先去洗脸刷牙 然后回来吃你做的早餐 哥 你是不是又要去找那个棉花头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就是想说 你要是 找她的话 你就去吧 我不会再阻止你了 比起找她 我现在更想找另外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 小女孩 我的天哪 哥 你这是犯罪啊 我现在心情好复杂 我说你脑子里 想的都是些什么呀 我说的小女孩 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当年要不是因为她 我就和二五八七 一起试试了 那你应该找她献员才对啊 她救你的时候 多大年龄啊 根据当时的记录仪来看 应该是个婴儿 婴儿 你这么大一个人 还是个有超能力的外星人 让一个婴儿给救了 难道 她是神婴 这也是我所疑惑的 不过她的的确确救了我的命 那 她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吗 她名字呢 你这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找她呀 凭相貌 再说了 这都过去十几年了 连小姑娘的相貌 都也沧海桑田 巫是人非了吧 你拿什么找啊 你拿什么找啊 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找到她 凭什么 魔法 魔法 无聊 不好玩吗 我觉得 挺有意思的 魔法 我去给您倒杯水 风阳哥 赵导 要开拍了吗 还没有 咱们临时换了女主角 我把女主角带来给你看一下 换女主角 这个女主角啊 她是你的旧相识 你俩合作肯定没问题 风阳哥 是你 导演 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换女主角 我也是万般无奈 可谁让那个甜心 得了间歇性十二指肠胀气 加丧心病狂 就是随时会咬人的那种嘛 很可怕的 你让人家怎么办啊 这病听起来还真是挺严重的 不但严重 还很突然啊 后来我们找了好几个女主角 她们一夜之间 不是得病的得病 就是出车祸 意外 还有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 把脚给摔断了呀 哎呀 好怕怕哦 幸好我们找到了蜜拉 蜜拉她刚好又有时间 愿意过来救场 再加上你俩又认识 对此新来肯定会产生更多的火花的 嗯 嗯 火花我不敢说 火夜倒是 我现在是满肚子的火 嗯 嗯 跟我说话吗 哦 导演没事没事 话说回来 蜜拉又不是圈内人 啊 导演 你们是怎么找到她的 嗯 当然是我毛髓自荐的呀 啊 对的 嗯 他们都知道 我是枫阳哥你的 好妹妹 好妹妹 我要参加演出 他们当然愿意啦 我的小乖乖 该起床了 嗯 哎呦 怎么抱个扫把睡觉啊 嗯 什么情况啊你 嗯 扫把 哦 扫把 可能是我梦游的时候拿的 梦游 嗯 你梦游还抱个扫把 这年纪就有主妇责任感了 嗯 看来你是该找男朋友喽 哎呦 脏不脏啊 哪儿捡来的 扫把是跟着我回来的 啊 啊 不 我刚是开玩笑的 扫把 当然是我带回来的 你个死丫头 以后别乱捡东西 听到吗 哦 这个我拿去扔了 哎妈 嗯 我是觉得 扫把留在家里打扫 也很好啊 这 行 给你留着啊 谢谢妈 赶紧下床吃饭 水就都饿扁了 快点啊 为什么我的蛇心术对那个姚云毫无作用 难道是我的法力减退了 影筹 肱己 朱银 朱银 我来了 朱银 你需要什么服务啊 我一定尽量满足你的邀请 朱银 虽然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但是 算了 朱银 请尽情地蹂躏我 见他我折磨我 就是我吧 我又要死了 没死 没死 朱银 你干嘛给我写一个丑字啊 我不用 我生平就这个字写的最后 你还是接受了吧 朱银 你以前 颜值那么高 为什么丑字写那么好 闭嘴 少说话多做事 否则我饶不了你 饿了 做饭去 做饭 哼 哼什么 你敢不依 你敢不依 不是我不依 朱银 您就不能给我安排点 稍有难度的任务吗 哼 你这小妖问题还挺多 烧饭或是烧泥 你自己选一个 朱银 我这就去做饭 我这就去 今天爸给你调了奶昔 赶快喝 嗯 谢谢爸 来 拿着这个啊 配置 谢谢妈 我也要两个淡加奶昔 你不用吃 你这个营养根的伤 嗯 吃吧 赶紧 喂 水晶 吃饭不要打电话 长话短说啊 琳琳啊 怎么了你啊 爸 妈 我真的是你们亲生的吗 当然是亲生的啦 瞎想什么呢 对啊 我是觉得 你们对我跟水晶 好像不太一样啊 水晶做错事的时候 你们都会凶他 骂他 可是我做错的时候 你们好像都不觉得怎么样 有时候 甚至有点像外人 静瞎说 妈怎么没感觉啊 行了 赶紧吃饭吧 别胡思乱想了 你当然是爸亲生的呀 你看 你跟爸跟妈 长得多像啊 不像啊 嗯 你长得像 妈年轻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时候妈赴你 嗯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时候 妈怀你 特别的辛苦 你这一出生啊 就体落多病的 所以说我跟你爸 就多关心你一些 嗯 俗话说啊 养孩子啊 第一个照书养 第二个照猪养 嗯 所以啊 这个水晶啊 那个越养越壮 你呢 反而越来越弱 所以 当然是照顾你多一点啊 嗯 这样啊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们冷静点 来 先坐下来 冷静 怎么了 风扬的助理刚刚打来 让我和琉璃 今天就去变场 还是昨天晚上那个事啊 嗯 我还以为你们昨天说笑话呢 嗯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要好好把握 对对对对 水晶 你去就好了 我不想去 为什么 因为 要是店里很忙的话 爸妈会忙不过来啊 哎呀 你还是想太多了 店里有我和你妈就行了 对 你就放心去吧 可是 我长得这么普通 站在大明星旁边 会被骂 谁敢说你丑啊 他要是说你丑 我打不死他 他说的是普通 宝贝啊 有机会呢 咱们就该好好地把握 别错失了机会啊 对啊 如果你怕不上相 你放心交给我 我保证把你画得美美的 嗯 我也可以 加入哦 是啊 发力明明还在 为何那个遥远还能毫发无伤 莫非小子也练成了神功 没理由啊 他怎么会知道何图洛书的口诀呢 主妍 主妍 饭来啦 我的手艺真好 主妍 快吃饭吧 主妍 主妍 你还在想呢 哎哟 要我说呀 你要想不通 你就上上网呗 网上啥都有 你别这一天天的死傻傻练功 你都out了你知道吗 你说谁out了 主妍 啊 啊 主妍 不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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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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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力一点 快出来了 再来再来 快呀快呀 用力一点嘛 老婆 你们到底把琉璃怎么了 是生孩子还是化妆啊 别担心了 没有你的事 都已经交成这样了 还叫没事 一会看到可别吓着 不是 这什么意思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张恩哥是帅哥 越没姐又是美女 越来越能瞅哪去 我就不信了 老公 没事 就是吓着了 爸 你也吓到了 你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我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刚才妈和水晶 说为了给我惊喜 都不让我照镜子 爸 妈 妹 没变啊 这才是最可怕的 刚才你们又是烧开水 又是拿剪刀的 到底搞什么东西啊 哎 这不能怪我们 那是因为琉璃啊 气场与众不同 不管我们在她脸上 还是身上动手动脚 都感觉不对 而且那些明星范儿 时尚范儿的样子 反而会遮住了咱们女儿身上 清新朴素独特的光芒 女儿宝贝儿 不要被那些世俗的眼光所影响 在妈妈心里 你永远是最漂亮的 拿出信心来 妈 谢谢你 我一定会拿出我最好的自信 哇 嗨 嗨 嗨 你们来了 嗯 我跟你们介绍 这是我们的导演 嗯 导演好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我想让他们两个演我的助手 你觉得外形OK吗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个嘛 导演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 不是只有那种长头发大眼睛才是美女 我们要以各种角度欣赏非世俗的美 你的意思是说她很美咯 当然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们俩 啊 你是那个用水晶球透视为来的那巫婆 什么巫婆 我是俏皮女巫师 大爷已经准备好了 要开始吗 知道了 等等 你没认识 对啊 她之前啊还帮琉璃算个命 说命中注定真命天子很快就会出现 该不会就是你吧 难怪你对琉璃那么好 是我就好了 怎么可能 我们家枫阳才不会看上你这种丑小鸭呢 你说谁是丑小鸭啊 在座的还有谁是最丑的啊 就是你 你说什么呢 这 我说你先给我去化妆 那她 她也是这部戏的业员啊 我可是这部戏的女主角 天啊 凤阳 你竟然要跟这个巫婆对戏 小心哪 她对你施展迷魂数 哎呀 水晶 凤阳才不怕呢 因为我跟凤阳都是一 米拉 我是说我们都一样魅力十足 谁迷惑谁还不一定呢 我这是有个腿吐了 我 水晶 你没事吧 没事 啊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化妆呢 正好 我也要去化妆 我带你们去 啊 不用了 我平常没有化妆的习惯啊 化一下就习惯了 走吧 嗯 走吧 嗯 化好了 跟没 没化差不多吧 你懂什么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裸妆 嗯 干你了 化妆师啊 嗯 这位妹妹可是眼凤阳的助理的 你要好好的画 画得漂亮点 没问题 第一次来片场啊 对啊 她化妆还要一会儿 我带你去逛逛 好啊 可 可是 水晶 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去吧 你的刷子掉了 谢谢啊 走吧 哦 看一下啊 眼睛摘一下 闭上眼睛啊 化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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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刚什么东西掉地上了 没事 没事 看你这样子就是有事 说吧 怎么回事 我的超能力 好像又失灵了 又失灵了 不是 这怎么回事啊 之前在后台遇到那个奇怪的人 跟他过了两招之后 好像能了有所耗损 那怎么办 要不 我再把那个棉花头找来 你知道他在哪 不知道啊 那就不用了 其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给我充电 哥 要不你再去你的飞行器那儿补充能量吧 也只能这样了 这些年来 一直靠飞行器里面的能量支撑着 其实那里的能源也是有限的 恐怕 也所剩无几了 怎么还没好 蜜拉该不会趁机对琉璃做什么吧 风扬 你干什么去 你们去哪儿了 哦 刚刚蜜拉怕我无聊 就带我去片场四桌逛逛 怎么了 只有你们两个 嗯 琉璃呢 还在化妆啊 应该快了吧 我去看看吧 我的天哪 这个妆也太美了吧 嗯 导演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有人 有镜子吗 我带 我 我是个男人怎么会随时携带镜子呢 我带了 谢谢 我带了 其实也没那么糟嘛 不好意思 我先走一下啊 琉璃 我 我 我 桃子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你 怎么把演员画成这样子 你跟我说清楚了 你是演员造型师 还是遗体化妆师啊你啊 我还被你气死 米娜 这是你干的好事吗 这妆又不是我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不是说 要以各种角度欣赏 非世俗的美吗 导演 不是要赶时间吗 赶紧拍吧 这 这造型能拍吗 它只是一个小配角 无所谓的 说的也是啊 零 co Cne 嗯 诶 作词 诶 你 诶 诶